主席 市长 我今天要跟你讨论一个 可能我跟你观点 唯一一致的一个议题 就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就是你跟我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创校已经110年的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他办校之卓越 培养出无数的精英 进入到我们社会各界 作为栋梁 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宁可台北市 少一个百货公司 少一个商场 少一栋商业大楼 也不应该少一个110年的 百年数人的台北科技大学 是不是这个想法你没有变 这个没有变 这个我觉得这样啦 那个他以前叫我们台北工专嘛 这是有名的学校 所以他留在台北市很重要 这是我们台北市台北人共同的记忆跟光荣 那这几十年来台北科技大学其实做了很多努力 他一方面学生从少此化的情况下 竟然从四千人增加到一万三千人 然后从台北工专一路走来升级到台北科技大学 学校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因为我们台北市政的开发 我们新生南路 建国南路 师民大道 中校东路的开拓 那么把台北科技大学 征收掉了3.3公顷 也就是说 他从台北工专四千位学生 到现在一万三千位学生 可是校地竟然少了3.3公顷 少了一万瓶之多了 所以他现在需要土地 那我搞不懂这么努力的学校 中央政府国立大学竟然处处撤走他 最近又召开一个大会 你应该知道 行政院一个协调会 找了我们市府 那么都发局去 好像在背书 所以我问你 你的态度立场有转变吗 这一次去行政院会 他的目的就是说 这个啤酒厂的开发 这个嘴边露出来的一些容积率 要拨给台北科技大学 可是市长 很清楚的台北科技大学 现在需要的是土地 不是容积啦 所以我搞不懂行政院 拨拿的够收金啦 释出一点容积就要来安抚 你的看法呢有改变吗 没有啊 好像今天下午4点 吴泽城政府委员要主持协调会议 台北市政府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啊 台北市不是想要多那块地 照如同王议员讲的 台北市多一个商业大楼干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的台北市的部分的利益都可以让出来 只是说只要台北工专 台北科技大学跟台九可以搞定就好 台北市政府完全配合 好那可是那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参与行政院会嘛 你是首都台北市的 我希望你把这样的意见跟你的看法 一个对台北科技大学一个合理的交代 跟帮忙 你把这个声音带到行政院会 跟行政院长讨论可不可以 对吧 好 这里